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看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星期三抵达上海 克里曾任美国国务卿 他成为2019年7月以来 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高级官员 他将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会晤 并有可能会晤其他中国官员 美方强调与中国该竞争是竞争 必须对抗是对抗 但也要能合作是合作 气候问题是当前为数不多 美国有很高意愿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原因很简单 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 拜登政府的任何气候雄心都无从谈起 所以克里现在主动来到了中国 但这显然不是中美关系的破冰 美方的态度是要把中美合作 与两国的竞争及对抗截然分开 对华合作不含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指向 而是促进美国利益的单独项目 具体到气候问题 拜登一要自己的政绩 二要通过推动这件事笼络美国的欧洲盟友 而加强盟友体系的目的又是回过头来对付中国 大家看尽管气候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但拜登政府想的是拉中国促进美国的利益 巩固盟友体系后进一步打压中国 他们算计的是一笔让中国单方面进一义务 美国单方面得利益的交易 这样看来呢 克里来访首先是好事 但它又挺复杂的 且不乏挑战 老胡认为啊 中国应当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种复杂性 欢迎克里来访 但不对他做过高期待 按照既定路线啊 和对国际社会的已有承诺 来与拜登政府的气候计划磨合对接 但绝不做有损中国利益的妥协 大家知道啊 中国已经承诺力争 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 2060年实现碳中和 而且呢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 已经加入了这一目标 克里来不来 中国呢都会坚持这个目标 但是美方想压中国做更多让步 它多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呢都尽义务 对这样的路线设计 老胡相信 中国不会接受 美方既缺少那样做的道义基础 也没有实际力量就气候问题对中国发号失令 要老胡说啊 既然要在气候领域合作 美方就应拿出诚意 不能战略算盘巴拉的太精 气候问题呢 大家知道需要大量技术投入 美方刚刚将七家中国超算公司 列入了实体清单 与克里伸出的橄榄枝背道而驰 气象监测 大家知道是超算使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 一方面要合作 一方面呢 卡中国气候领域技术的脖子 这很不地道 这很不地道 这很不地道